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点像瞎子摸下 通过感受勾勒出这个世界的样子 但随着掌控能力的提升 人们越来越忽视了目的性 哪怕是午后在花园中喝茶 虽然外人看来很显实 但自己却觉得没有意义 这个意义属性就是目的 没有目的性也就罢了 但当这一天就这么过去的时候 人会后悔为什么这么浪费时间没有目的 导致无所适从 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总是期待外界的评价 但外界的评价是能帮助自我在社会生存的基础 比如诚信 树立诚信靠谱的形象 本身就是为在社会上一族做好了准备 有人会说这样每件事都有目的会很累 实际上没有目的也是目的性的一种 所以也就代表了目的性不具体 如果时间久了 绕一集坏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